这是我们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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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刻是我们的时刻 这是我们的时刻 我们去赢 一句这是我们突破的时刻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 在8月出席民主党全代会时 演说中呼吁选民追求突破 让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总统 2016年 希拉蕊是美国史上 首位主要政党女性总统候选人 只是8年前身世不错的她 没能打破那个最坚硬政治 玻璃天花板 这个突破 希拉蕊原本希望贺锦丽能完成 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美国是宁可让非洲裔当选 都不会先让女性当选 所以美国的歧视女性 还是基本上是存在的 那她输掉这三个州 那我们回头去想 这三个州最多的是 最具代表性是白人的蓝领阶级工人 而且譬如在威斯康斯和米西根 教育水准可能低于 这个东部跟这个加州 或者西雅图 这个华盛顿州 所以看起来就是美国 可能高级知识分子里头 去歧视女性的还比较少一些 那可是在来龄阶级方面 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 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 女性当总统在美国 被认为是一个强硬的天花板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希拉蕊得票率48% 川普得票率是45.9% 川普虽然输掉普选 但美国是采选举人团制度 正副总统候选人 必须从538名选举人 拿下过半的270张选举人票 才能获胜 当年川普因选举人票 比希拉蕊多而当选 希拉蕊克林顿 曾是第一夫人 参议员到国务卿 贺锦丽从检察长到副总统 都是优秀女性的代表 而这次大选 贺锦丽从身世急望 到后面被川普拉得很近 是因为 包括纽约时 包括CNN都评论贺锦丽 他竞选一开始的优势 各位如果回去翻阅相关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 贺锦丽的优点 第一个他不是拜登 他不是希拉蕊 他不是川普 这是他的优点 可是也是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所吸收到 这些原来的支持者的票 他没有巩固住 那希拉蕊有的这些历练 他们也经历过 那川普那种 天花乱坠式的 政治行销的 事件行销的本领 他还不足 所以当两军对阵的时候 狭路相逢 勇者甚好 国际外交领域上面的展现 那希拉蕊因为 不管是这个 他担任国务卿的时期 或者是长期说 第一夫人的情况 所以他在国际外交领域上面 他确实有他自己的见解 跟长期的经营 那这也是贺锦丽 在这一次当中 相对比较弱势的地方 会让美国选民 会有所担忧的地方 也就是在于说 他的那个 所谓担任美国总统的 领袖特质 还有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上面 希拉蕊当年的群众魅力 领袖特质和外交经验 被学者认为比贺锦丽好 而临危受命的贺锦丽 对上狂人川普 川普用猛烈 甚至粗暴的政治语言 绑在经济和移民主轴上 就在川普的造势场合 出现这样侮辱的言论 虽然后来川普团队紧急切割 但川普对于女性种族等等议题 常有争议性言论 就把所有美国的问题都怪罪于非法移民 他上一次还讲了一个更糟糕的 他说美国为什么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些挪威的移民 挪威人家生活过得很好 为什么要来移民到你美国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心态里头 就表现出来他是一个 就是有种族主义 非常歧视的 他就是集天下之精英造就今天的美国 但问题是当美国人觉得说 这些外来的移民者不论是合法非法的 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压力 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很多的移民难民合法非法 不断游入美国之后 每天的报道 几乎都是在这些负面新闻上面 那么这个就产生所谓的刻板印象 这些都是一个煽动性的言论 那对许多苦无出路 或者找不到心灵情绪出口的 这些美国人来说 他就是心理上舒缓 川普的歧视言论成为一土怨气的出口 这次美国大选 经济问题是重中之重 通膨等现况 让不少民众觉得辛苦 川普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 引起广大顾迷 像是制造业蓝领阶级等等 将情绪转化为一张张选票 TVBS新闻 张正安王一节听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